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好的 随着昨天晚上 年准会降息一马 这个大家都预期到了 那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台积电 大概晚上也涨了4% 那这个一想就知道说 今天早上一来 就知道说今天台积电 一定会涨很凶 那我们之前常解释 什么叫垃圾盘 垃圾盘的特色 当然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了 第一个 你会发现台积电占指数很大 那其他个股不一定涨 那再把它深入讲一点 就是说小型股可能 就没有那么漂亮 再深入一点 跌的股票会比涨的股票 还要来得多 来 各位 今天跌的股票 大概是1200多家 涨了大概只有450家 对不对 那指数涨145点 你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涨了25块 大概220点 你扣掉220点 这是垃圾盘的特色 这个就是垃圾盘的特色 垃圾盘不是不好 就是说垃圾盘你变成 小型股它就是会有回档的空间 对不对 你包含之前的 之前一些CPU的股票 我今天有点不同的声音 为什么要站在卖方 来 各位 比如说像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站在卖方 并不还是因为说 它今天开高走低 最主要原因在于哪里 外资开始转买为卖了 这第一点嘛 筹码上稍微有点不利嘛 投薪的买金的力道也变小 光布营收很好不错 但是今天却是一个开高走低 那至少我们达到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至少它过了这个波段的最高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在讲 我们说在短时间之内 来 各位 高点建完之后 短时间之内 它能够立刻去克服 所谓的前置最大压力 前置的最高点 也就是说短时间之内 让所有的人都解套 这代表的是什么 后面还有细 往后还有更高点 会到多高 超过一成 还是超过五成 还是超过一倍 不敢讲 但是只要过高之后 有看到不舒服的讯号 短线上就可以先卖一趟 哪一天 就是今天嘛 好不好 就是今天嘛 对不对 好你来看 6451的讯心也是一样 烧了两根的蜡烛 怎么说 来来来 昨天常上引线 今天常上引线 这个过高代表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遇到这种情形 我不用等它过高 我看到这两根的 所谓的常上引线 我先把它卖掉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卖掉不是说这档股票 就从此以后没有救了 他可能还要一点时间 做一下整理 甚至于 讲比较不客气的 谢老师你不准 明天又创高了 也有可能 可是各位 我至少卖在 我至少卖在 相对的高达 对不对 拉台积电的盘 中小型的股票 会稍微比较没有力 所以我势必要找一些股票 处在不利的位置 或者是当天 K线是处在不利的方向 我先做一个资金把档动作 那我再说一次 不是看坏这些股票 不是看坏大盘 而是把资金抽出来 去做别的股票嘛 就好像我们常在讲 就是说 你在某一些股票上面套牢的 如果你的其实买进的原因 没有消失 那你当然是抱着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常讲说 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结果人家走了 你要不要走 如果你不走 那你在期待什么 你要告诉你自己嘛 对不对 走的人已经走他了 你又站在那儿 当然不要嘛 当然不好嘛 那一样的 如果你是看好他业绩报表 比如说像今天3450的联军 我们期待他CPU业绩应该会不错 当然你看CPU业绩都不会很好啦 除了这个光盛以外 他这个业绩还没出来嘛 他只是现在的股价在反映 所谓的这个未来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期待那个业绩 结果业绩出来不好 他也开高走低了 他也留个长长长长上引线了 他的量能也到了 然后他也来到所谓的前次的高点压力去 也告诉你说这里的压力 可能会比较怎么样 可能会比较难走下去 至少短线上你可以先拔挡一趟 那你就出嘛 所以各位我们常讲 尽量不要让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尤其是当你所期望的东西 它已经消失了 或者已经过去了 甚至于是已经反映了 就换股嘛 我们不要说套牢 套牢很难听啦 你就换股嘛 你换成什么 你换成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对未来还有高点的期许 还会往更上一层楼的股票 这样就好了啊 永远保持着 对股票市场上的热情跟希望 当然做这些资料 做一些所谓的资料的 这个汇整统计跟整理 真的是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那股票常常涨一天涨两天 涨一天涨两天 很难抓 对不对 那如果你找到对的呢 对不对 你找到对的来我们进电脑 你找到对的呢 你找到对的呢 你看这个拉远一点你来看 这个有机会让你套牢嘛 到现在手上都还有 到现在手上都还有 对不对 林光三兄弟嘛 林光光临东友 如果你找到对的呢 来 8044网加 如果你找到对 我跟你讲这个都还没结束 这个大人都还在里面 你看外资才刚进来买而已 而且越买越多 我给各位看嘛 来 这个是 这个是8044的网加 以技术面来看 当时10月底 10月24号 当时对称量出来 这个是在涨停板的前一天 对称量出来 那不要说你啦 连外资都被甩叫 连外资都被甩叫 就外资 外资不信你啦 不信你什么 就是说 在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得到之下 他觉得说 今天的拉高 理论上来讲是一个 近期来讲短线上的一个 很好的卖出价格 结果拉高前一天 涨停板的前一天拉高的时候 他把它倒出 他是用倒的 为什么用倒的 来各位 来我们拉近看一下 为什么用倒的 为什么用倒的 开平走高杀最低 为什么还用倒 我为什么讲还用倒的 对不对 好那你看这个涨停板这一天 这个消息出来了嘛 锁得很紧嘛 今天买到 今天没有买到没关系 因为我挂盘前价格 试价去买啦 一定有人有买到 但是一定也有人没有买到啦 对不对 明天还有机会 就买到 买就对了 先上车 当时才第一根停板的时候 你就买到 你就买到为止就对了啦 对不对 一个实体 实体店面 我们讲这个便利超商 一个是 网路上最大的三西贩售者 这两个结盟 这两个结盟 对谁最有利 网家嘛 来 从第一天涨停开始 没有买到没关系 你就天天买 你就买到为止 你说你这里没有买到情有可原吗 对不对 你说你这里没有买到吗 你这里没有买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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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 你这几天没有买到吗 我不信 我不信啦 你不要说你啦 各位的事 你不要说你 我们刚刚讲了嘛 外资是不是在 大涨的前一天 所涨停板的前一天把它卖掉 卖掉了五百多张 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五百张 好 你不要说你 老师啊 这个涨停板 你叫我们这样 一天一天去追 这样好吗 来 我不要说你 来各位 你来看 到涨停板打开的时候 外资来了 外资告诉你什么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之前卖它 我错了 我要把它买回来 我要把它买回来 外资一卖 吸走 外资一卖 吸走 外资一卖 吸走 吸走就算了 还锁涨停 这个你外资 我跟你讲 你当你特定的 你手上未有持股 它非主要人 它只是一个比较市场上 拥有这一档8044的这个网家 比较大户的这个外资 当它把筹码 手上的筹码 释出给市场 当这一家公司股价 不跌反涨 那我告诉各位 很有可能 做这一档股票的始作俑者 就是大股东嘛 对不对 谁敢跟外资对干 很少人 我们不敢说没有啦 很少人 那大致上 持有这一家 这一家公司 蛮多持股的 他把股票 散在市场上面 连这样子都没有办法 撼动他的涨势 而且还锁涨停 那外资自己很清楚 什么叫很清楚 他会怎么做 我反手再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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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说老师啊 你都没有往来最低点 最低档 你都没有内卸 统一集团都没有先跟你讲说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要把这个往家买下来 你赶快去买 你都没有这样子的information 不用啦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我减贪两支减贪三支 我不会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 万一那个消息是错的 那就惨了嘛 是不是大家都赔钱 那怎么样比较不容易错呢 确认嘛 怎么确认 用什么确认 你打电话跟我确认 confirm 那个集团里面的内部人 谢老师我跟你讲 我们要做到多少钱 这才不是确认的 什么叫做确认 什么叫做确认 钱叫做确认嘛 你不要嘴巴讲 你买了多少 你的成本在哪里 市场上显示出来的 是不是这样子 还是你左手在买 右手在卖 你想要来骗我 对不对 什么叫做确认 什么事情可以确认 用筹码用钱来做确认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老师啊买了第三支掌停板 第四支掌停板 第五支掌停板 好丢脸喔 就当时 各位这个当时高峰也是如此嘛 当时罗森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老师你都买了那个 前面已经涨一段 涨很凶 那这个掌停板打开 你还跑去买 所以各位合资朋友 什么叫做买就对先上车 就是如此嘛 当然你说我每天去挂 每天盘前叫你去买 你有买到那当然是恭喜你啦 我不敢 不可能告诉你说 不可能说我保证成交啦 不可能 掌停板锁死嘛 我能做的 能够提早买的 能够在盘前挂单的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好不好 可以吗 那以现在来讲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反转讯号 外资也持续买 投信我应该是不会买的啦 看这个前面没有买 他后面大概买 只有买单笔而已 也只是做价差而已啦 对不对 你看到这种情形状况下 你就知道网家还有高点 对不对 那近期很热的股票 这个宏家军 那在这个11月1号的时候 我们夏老师也提出 我们没有提 这档我们没有买嘛 对不对 我们这档没有提出来要买嘛 但是我们有买谁 但是我们有提出来谁 2392的震威嘛 你这时候各位投票 这根K棒都还没出来啦 1要在哪里 1要在哪 1要在这一天啦 大涨之后回档 对不对 大涨之后回档 那那时候有量价吗 没有啊 那我们只是看好什么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一件事 我们知道 你说就AI伺服器 包含组装 包含代工的部分 你觉得 你觉得鸿海拿到拿不到 有没有觉得说老师啊 这个我们全台湾最大的 这个所谓的组装代工集团 鸿海是拿不到 任何AI的订单 硬体的部分 没有一个订单拿得到 不可能的是嘛 我们讲这句很实在的话 我家鸿达 鸿海家大业大对不对 我最大的业务是做什么 我做iPhone的所谓的这个组装 我当然还有接一些别的东西 做组装嘛 但是我最大宗最赚钱的 就是所谓的iPhone手机组装 对不对 可是iPhone怎么样 9月份出来啊 我大概在5 6月份的时候 才会开始忙嘛 最忙的时候要出新机嘛 5 6月份我快要接订单 我开始要叫货 我开始要组装 我开始要招聘人员 这个一个月3千块5千块人民币 我们还有加班费 还供时数啊对不对 还有返乡车票两张 你还可以有什么样的休假 还有机力奖金 你常在5 6月份 这个苹果要开始出新机之前 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 这样的事情嘛 那鸿海的家带业大 可是在一年当中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闲鱼时间 除了那些所谓临时招聘的人员 回家以外 正式招聘的 正式的员工 要不要有事干 一定要有 那这个就要靠 这个就要靠一些 所谓的大单跟长单嘛 那AI这个伺服器的这一块饼 它有没有可能不吃 不可能不吃 可是为什么它 你来看 为什么它这个部分的 它这个时候股价都没什么涨啊 为什么 这个时候它不会去给你谈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在赶 所谓的iPhone手机的单 它在组装iPhone手机 所以它这时候不会跟各位讲 我们拿鸿海来讲 它这个时候不会去跟各位讲 它一定是怎么样 好 苹果卖了 不管卖得好不好 如果卖得好 AI的手机 伺服器的手机 伺服器的代工 我少接一点 如果我的苹果卖得不好 我当然要让我的剩余 去接 市场上消费电池里面最大宗 最热门的东西 什么 是什么东西 就是AI伺服器的部分 所以各位 之前六七月份没有消息 是因为人家现在在接苹果的单 当苹果的这个最高峰的销售 星期一发表完毕之后 空余的生产线要干嘛 我当然要去接AI的单嘛 我当然要去接伺服器的单嘛 所以各位 来正威 连续两天 今天的正威就比 红准还要来的强 为什么位阶比较低吗 我们11月1号 有没有讲来来来来 来 11月1号有没有讲 有没有讲 我觉得还不只是所谓的 AI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正威大致上是在做连接器 包含一些软板 线纜 影像模组 零组件 电源管理 穿戴 物联 包含还有机器人的 所谓的机械手臂 做得非常非常的广 对不对 它的客户可能有XBAR 有Sony 有PS5 有小米 有Tesla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一波在长什么 来来来我们拉近 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因为现在第四季是ING当中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 在第四季有确切的时间来 告诉各位说 正威的绿能运算中心 也可以讲算力中心 绿能运算中心 全球前20大AI的运算中心 在哪里 在土城 在红海集团的起家序 明年第一季这个部分 我觉得最快最快明年第一季 你这个部分运算中心会有贡献 有AI有没有用 你拿到AI手机有没有用 如果没有AI运算中心 你任何的图表比对 绘图比对 你要找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data资料 你没有设立所谓的云端 你没有设立的运算中心 请问你你要从哪里找 你的手机可以放得下 一个伺服器的量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要有运算中心 那怎么办呢 你真的当做每一个企业都买得起 所谓的伺服器吗 我们讲伺服器 你可能只有看到一台机器 或两三台机器 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那个运算中心 那个叫伺服器贵 那一个贵 那个长长的大概 200公分 220公分吧 宽大概60公分吧 那个伺服器贵 那一个贵大概就1亿 那大概就1亿 好 你以为小企业买得起吗 买不起嘛 那我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我可不可以用租赁的方式 我可不可以用租赁的方式 好 我刚讲了 政威在涨什么 各位聊这边 政威在涨什么 政威在涨什么 涨运算中心 对不对 没错吧 他可能是一些所谓的公营企业 学术单位 医疗体系 可能会借用你的 租赁你的 或者是用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 中间的所谓的这个 数据量 来给你做收费 我不做令桌租赁的动作 那但是怎么样 我们就按 比如说按这个居赁数 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时间点 来做一些所谓的切割 跟你算费 跟你计费 好 那中小企业怎么办 你一次要租那么大量 我租不起啊 我也没有办法 短时间之内 我也不知道我的东西需不需要 成不成功 用量有多少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更没有一次 可以拿出一亿去买一个柜出来 去建制一个所谓的AI伺服器的架构 那怎么办 我只能用租的嘛 对不对 我只能用租的嘛 所以这个商机是不是出来了 对不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今天叫你一个 我们讲台大医院好了啦 你有办法去买一个柜 买两个柜 买三个柜吗 可是我做了很多的 比如说像超音波 比如说像核磁共振 我做了很多CT 或者是显影方面的 我很想要做一些这个 影像比对的一些所谓的 比如说什么癌细胞啊 坏细胞啊 或者是有哪里有什么 多什么少什么 做一些什么样 疾病上面的判断 因为以前都是医生来做判断嘛 你这边这边这个这边 白了一块 你这边可能就有一些结核啦 或者是细菌感染 那我很想做一个所谓的 初步判断用怎么样 用一些所谓的这个 AI的方式来做一些所谓的判断 那怎么办 我台大买得起啊 可是我总可以先 先租一块东西我先来用嘛 懂我的意思吗 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要租很简单嘛 你就只能跟这家公司租嘛 这家公司将采购127台GPU 那我们拉近 那已经在布局所谓的算令租赁 算利租赁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他跟谁合作 他是台湾第一家 获得辉达云端的服务商 会不会有产值 一定会有产值嘛 那如果你不想买那种 大集团的那种 所谓的这个伺服器的运算中心 你就买它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再回头 下一期段我们再回头来看 他现在的位阶在于哪里 值不值得买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尹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尹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尹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我们刚刚讲 找到一台航空股票 可以报个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于半年一年 那你报了一些 不会赚钱的股票 没有办法 让你创新高的股票 真的没有用 好不好 你要赚大条的 你要报的又长又远 你现在在买底部的 你就买这一档 布局算力租赁 台湾第一家 获得辉达云端的服务商 低档 好条件 为什么 融资在低档 投信被甩叫 甩叫完了以后开始涨 你现在买进去 我敢说一句话 比投信法人的成本 还要来得低 真的大波段操作 有需要知道 这一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今天全部送给各位 看电视的投资朋友 只要拨电话进来 就可以拿到这档股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